她的背影在玛丽的视线中渐行渐远 留下玛丽孤独地站在原地 她的心仿佛被撕裂了一般 回到车中的弗兰克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心中充满了自责和悔恨 泪水伴随着回忆无声的滑落 她曾经以为玛丽是她生活中的一个负担 一个阻碍她追求自由的累赘 但当她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生活时才发现 她的内心深处仿佛缺失了玛丽曾经存在的位置 是那份纯真的爱和依赖 她下定决心 等到下次探视之日再向玛丽深深致歉 可当弗兰克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 满怀期待地去探望玛丽时 却遭到了一个意外的打击 养父的话语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她的热情 声称玛丽现在并不想见她 这可能意味着玛丽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情绪 也可能是舅舅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她的心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弗兰克都感到无奈和心痛 她只能默默地留下礼物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 直到有一天 老师偶然看到玛丽收养的那只独眼猫 即将被安乐死的消息 她的心被深深触动 这只猫不仅是玛丽童年的玩伴 更是她情感的寄托 老师明白这个消息对玛丽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急忙拍下照片发送给了弗兰克 看到照片的弗兰克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情感 她没有丝毫有余 匆忙感到宠物收容所 将那只猫咪救了下来 在救下猫咪的那一刻 她回想起母亲对猫过敏的事实 弗兰克恍然大悟 这一定是母亲在背后干涉玛丽的寄养家庭 心中充满愤怒的她 再也无法忍受母亲的这种行为 为了彻底击垮母亲的执着 她从家中取出一个尘封了七年的纸箱 这里装的是姐姐曾经解开的世纪难题 带着满腔的怒火 来到了玛丽的寄养家庭 当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弗兰克看到了玛丽 被几个数学教授团团围住 这场景让她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解 她没有犹豫 直接甩出了那本尘封已久的册子 那是玛丽母亲之前解开的数学谜题 她本想带着玛丽 迅速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 但玛丽却因误会舅舅跑了出去 外婆想要出手阻止 可当她看清册子上的内容后 表情瞬间凝滞 呆愣在了原地 那是她曾经放弃的希望 而现在却成为了弗兰克反抗母亲的武器 玛丽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玛丽的情绪